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讲讲中国松张,中美达成联合的气候宣言 另外也讲回美国政府里面有鹰派和鸽派,现在似乎是对华的鸽派暂时占了上风 中美两个元首终于下星期举行视像峰会 这个是美国一直想推进的议题 希望拜登和习近平主席会面做出拜登有违的形象,直指提振他的民望 大爷对与拜登召开峰会,原本就兴趣决决 加上美国在台湾、香港、新疆和南海等问题上不断搞事 而且认定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既然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不友好的对华政策 习主席当然就不想配合他搞所谓元首桑了 不过情况近期有些变化 阿富汗变天之后,美国多次主动要求中方官员通话,尋求协助 中美关系开始有改善的迹象 后来美方用行动作出表示 在9月24日释放孟晚舟 到10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比书长兼拜登 主任杨洁茨在瑞士举行会谈 双方各样一步同意先在今年召开两国元首的视像峰会 即是不开实体峰会,开着视像峰会先 有中国官员就告诉我过去中美元首峰会之前,事前美国会派几十个部长和副部长飞去北京 除了安排总统的重要行程之外,更加重要是就可能达成协议领域上面,施行初商 到两国元首真正会面的时候,就将事前谈好的结果,拿出来在公众面前,签一下合约,拍一下照片 就可以造成一个很有成果的峰会印象 但假如中美两国关系不好,两国官员事前的协商很难有成果 元首峰会当然也没有结果,那就不如不搅了 不过,美国为了要达成中美两国元首会面,的确就铺了不少路,也少有地做了一些让步 无条件释放孟晚舟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 另外,被视为反华英派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近日接受CNN访问的时候,也都公开表示 无意重复此前对华政策中一个主要错误 即是寻求对中国体制带来根本转变 这种说法也都可以算是向中国伸出橄榄枝 按美国原来的设计,是想在早前意大利举行的G20大会上面 安排拜登和习主席举行实体峰会 然后在本月初去格拉斯加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面 达成中美一致的成果 由此彰显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上面的领导角色 结果习主席没有出席G20峰会 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习主席也没有出席 拜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面就批评习主席不出席峰会 是一个重大错误 他说中国已经失去影响全世界人民和这里所有人的能力 但是估计不了的是中美两国仍然在私下紧密磋商 而且达成协议 结果在11月10日发表中美关于21世纪20年代 强化气候行动的加拉斯哥联合宣言 中美谈好了联合发表宣言令外界颇感意外的 显然是中国松张给美国的结果 送了个礼物给拜登 让他在气候变化大会上面取得成果 但这份中美气候宣言有一定实质内容的 不过两国承诺在联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 应对气候危机 避免全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虽然中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解震马 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事克里 并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 两国只是各自举行相关的记者会 但两人都说中美两国将共同努力加快减排步伐 要达成2015年巴黎协定中关于气候变化的温度目标 即是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度至1.5度之内 中国表示打算制定一个关于甲苑的全国计划 将在15.5时期内逐步减少煤炭消费 两国都会鼓励整合太阳能、储能 和其他更接近电力使用端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 又会共同支持消除全球非法的破坏林木 由2020年迟早到2025年 两国每年会集体动员大约1000亿美元的目标 以回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双方也计划建立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 定期开会,推动多边议程 其实中国在防止气候软化问题上 一直都做出很巨大的努力 只是之前没有必要配合美国的议程 没有必要被美国拿彩 现在双方关系略有改善 中国就配合美国的议程 不介意将部分功劳送给美国 外界对中国在气候控制方面做的事情 知得太少 或者是不解释太多 例如这次气候大会 说要将全球气温升幅 控制在涉事1.5度之内 外界以为中国不会接受这个控制温度的要求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解释了之前已经提醒记者 其实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 已经有这个 温度不增加1.5摄氏度的要求 中国也是巴黎协定的签署国之一 中学当时已经承诺会达成这个目标 这样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很多学者都以GDP为社会发展指标 练过GDP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社会发展 经济增长都要增加投入和使用资源 从而导致排放量增加 即是人均GDP会随着人均累积碳排放量增加而增加 发展国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 经济就以个人消费为主 少量的碳排放也都可以获得较快的经济和社会增长 但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对人均累积排放的变化就很敏感了 碳排放量对发展中国家增加GDP 累积社会经济财富影响很深远 一般来说 起源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相比 发展国家的排放量可以产生一倍的GDP增长 根据牛津大学的资料 从2008年以来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直是超过美国 2019年中国排放了102亿吨的二氧化碳 几乎是美国53亿吨的两倍 占全球排放量28% 相对之下 美国只是占全球排放量的11% 但不要忘记中国有14亿人 美国只有3.3亿人 美国的人口少很多 所以如果你计人均排放量 美国的人均排放量 反而是高过中国74% 美国的日常购物、旅行 和国内航飞行等方面的人均排放量 远远超过中国 是中国的8.3倍 可以说中美两国各自有努力减碳的空间 例如中国早前已经宣布 不再在海外新建煤电厂 就是一个大动作 大家都需要努力 中美关系略为和换 就要达成这份联合的气候宣言 也有利下周中美两国的元首市政峰会 有机会达成更加多的共识 另外近平中美关系是缓和 其中一方都是美国方面的变化 所以想讲讲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变化的因由 外交一直相信 华府内部存在着对华的鹰派和甲派 美国严险政府团队里面 贸易、商务、财政和气候减排等部门的负责人 他们是很想和中国改善关系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商务部长雷蒙多、财政部长耶伦 他们都是隔派 他们已经明确放出中美两国和则两利的讯号 他们这样想 也都是跟他们的部门工作性质有关的 你想想美国政府搞贸易的 如果中美日日打架 贸易问题也都很难有成果 他们的工作性质已经决定了他的站位 但另一方面 郭文卿布林肯、各个安全顾问沙利文 就是所谓鹰派 他们比较多搞外交 比较多搞各个安全相关的东西 但这些鹰派 与其说他们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 不如说反映了比较年轻的布林肯和沙利文 为自己谋求政治筹码的一个小算盘 因为他们会觉得美国民意反华 站起反华一边 对他自己民望有着素 对自己长远的政治前途有利 福丹大学国际政治教授 昨天就分析 美国的最高领导人 是一个在华盛顿政治圈 生存了数十年的巨鳄 这样多多小事都赋予了拜登 他有一种长袖羡慕 多谋小段的和希腊性格 这种性格适合于美国国会 发挥类似美剧指派屋主角夏牧 Underwood 议员的作用 夏牧的剧中最后做了总统 他是一个不断做交易 不断玩权谋的人 但是作为美国总统 作为掌握行政体系最高权力机构的国家领导人 这些风格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一个灾难 会导致错过做出重要决定的窗口期 首先就认为拜登有长袖羡慕和和希腊的性格 但是中国是不会配合他表演的 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处于比较微妙的阶段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 主要的特点是对美国总体利益正确的选择 能够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 从而让中美在宏观经济金融政策 全球重大议题方面实现有效的务实合作 这样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 提升美国民众的福祉 推动美国回到真正的多边主义 恢复美国最体重的所谓 在国际社会上的领导力 审日认为 要求美国政府有勇气和担当 愿意做出正确的选择 承受来自国内的政治反对力量的批评和指责 甚至为了美国充长期的利益 暂时在美国高度撕裂的竞争性政治环境当中 遭受短期挫折 更直白地说 如果真是为了美国经济和国家利益的长期发展 现任政府就应该努力完成 中方在天津会谈上面开出的两份清单 当中包括26项要求 并且应该遵守中国给出的三条底线 审日认为 美国总统不会因为对中国做出强硬的表示 就自动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因为这只是部分反华媒体制造出来的假象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 要通过做出强硬的表示 从中国里面拿到实质的回报 就是说中国肯回报 他才可以真正得分 尤其在选举中实质性得分 但如果中国没有兴趣配合美国 玩这种本质上面非常幼稚的政治游戏 那很显然 以任领导人不仅不会因为反华得分 而且还会失分 所以审日认为 拜登为了美国经济和国家的长期利益 应该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尽量满足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 日落行要求 我就认为 审日的分析大体上是有道理的 第一 拜登自己本人 在他的内国中对华的鹰派和鸽派当中 开始倾向鸽派 所以中美的关系有点缓和 第二 拜登对华强硬 之前就遇上强硬的回应 他也拿不到什么民望的好处 第三 也是我有点不同意的地方 我就认为 美国政客 其实真的好像指派屋的主角下母一样 他未必会考虑美国的长远利益 即使和中国和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拜登的目标可能是很短时的 和中国和换可能只为了召开峰会 或者捞一些贸易上的好处 或者要中国协助对抗通胀 或者要中国帮他在阿富汗解决问题 但是就无意和中国长远合作 我希望中美和好 美国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个只是中国人的良好愿望 我就认为中美斗争是漫长的 中间又高低起伏 有少表现出和好 但是长远的基调改不了 还是会斗争的